美军司令扬言有信心打败中国 不知道他的信心到底来在哪里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最近美军印太司令部有一个新任司令 海军上将帕帕罗 对他的评价 有人说他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人物 因为中国是二战时期的日本 而他是历经22场海战的尼米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在还没有上任的时候 就扬言有信心击败中国 事情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 帕帕罗正式接任印太司令部司令之前 曾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他有信心击败中国 据媒体消息报道 帕帕罗是在回答议员关于所谓 中国海军威胁的问题时 做出这样的表态 大家知道 近年来 解放军的反揭露 拒与拒止作战体系 让美军相当难受 美军曾经尝试了各种方式 要打破解放军的作战体系 但是效果都不加 那么这位帕帕罗上将为何如此 有信心他主要给出了三个理由 一是美军新舰的军舰比中国海军先天 火力的总量也比中国大 二是美军在日本 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的军事基地 并且部署了先天武器 三是美国可以通过奥斯库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天铁 说真的我有点听不懂这位帕帕罗上将的意思 首先我们不太清楚 美军新舰到的军舰在哪些方面比解放军有优势 朗这位上将如此有信心 我们在这里哗啦一下看一看 美军正在舰到的军舰当中 福特级航母存在重大技术缺陷 无法弹射满弹满油的F35C 这是最大的影响 行坐机护卫舰 因为设计不完整 建造进度被延后 6000多吨的排水量确实很大 功能呢也很提算 但招牌的亮一大微杆 表明该舰的信息化 集成化程度远没有外界预想的那么高 DDGX项目要在2030年以后才能开工 现在唯一能说呢只剩下核天艇 而西一代的哥伦比亚级核天艇呢 由于产能问题也要延期 从技术角度讲 美军新造军舰 并不能和解放军拉开技术插件 再考虑到呢 我军的造舰速度 等美军的这些军舰成批量建造完成以后呢 恐怕解放军大概率会有更多更先进的军舰 其次 美军宣称自己在日本 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军事基地 除了体现美军的军事霸权之外 帕帕罗呢 可能还忽视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呢 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距离我们中国呢 其实还很远 对中国的威慑比较有限 另外呢 日本的军事基地 都在我们解放军的远程火力威胁之下 实际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毕竟呢 解放军可以一波火力 丢浪气失效 此前呢 美军多次进行兵器推演 也经常因为驻日基地被摧毁而战本 那么第三个理由呢 就更加无厘头了 澳大利亚能够获得核天艇 奥斯库协议啊 确实是这么说了 但时间要到2035年以后 在这十年当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 恐怕谁也说不出 但帕帕罗呢 依旧这样这一点呢 作为一个理由 怕不是有点技穷的感觉吧 其实美军以前啊 看低解放军实力的时候呢 有一个常用的理由 那就是说呢 我军的作战经验不如美军丰富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帕帕罗呢 没有使用这条理由 但我要说的是啊 帕帕罗如此态度强硬 大概呢 是为了他自己啊 争取国会的好感 毕竟啊 当时他也只是个后任司令 需要国会同意 至于美军是不是真的有进行 光靠嘴说没有用 关键呢 还是要看美军的行动 这天年来 美军总是避开解放军的风 证明美军对中美军事实力的对比呢 心里还是有点数 出于政治考虑 说点好话 哄国会的政客们开心 别人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美军呢 最好不要讲这种话当局 军事冒险野心 在我们解放军面前 注定是要头破血流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继续